台湾大学在近年来 近来呢 五天之内是发生了三起的旱事 为此施生 他们成立了这样的护挺团 希望可以带给彼此温暖 想不到居然有人这么白目 好我们来看到 这是在台大的脸书贴文下方 出现的原来就是焦糖哥哥的留言 但这些留言内容呢 居然是欢迎大家去他的餐厅来吃饭 甚至他还说啊 这个牛肉猪肉都是检验合格的 这样的留言内容 真的是让所有人都非常火大 批评的校方的美意 现在都被焦糖哥哥留言给歪楼 说他只会蹭热度四处打广告 而也因为犯了众怒 事后焦糖才把留言给删除 焦糖哥哥陈嘉行 上个月29号脸书po文 标记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说台北牛肉面冠军也要领检出 耿多还特别将店家的 顶级美国牛健行狂起来 只是这图怎么好像在哪看过 台北市办的牛肉面节 今年冠军用的 就是乃克多巴恩的美牛 政院发言人丁一鸣惹出牛肉面风波 当时用的图卡和焦糖的梗涂 几乎一模一样 直接被网友抓包 根本就是中央图房有图共享 哪间学校的白痴 黄糖哥哥 焦糖赶紧发文道歉 属我不知情 而且相亲笔心 也认为这样的做法很不恰当 还说今后期会专心读书工作 一句我不知道 神切哥以为能就此平息风波 没想到 台大近期短短五天发生三起憾事 系上师生成立护挺团 下方却惊见焦糖留言 说如果各位同学不嫌弃 可以来我餐厅吃饭 牛肉猪肉都是检验合格 大家平安 引爆师生群体悲愤开骂 刚道歉完就四处蹭打广告 但焦糖似乎不以为意 又补了句 希望同学平安 有什么我能帮忙 请跟我说 结果又遭网友炮轰 焦糖才赶紧删除留言 连脸书也意气关了 就怕网友怒火持续烧 毕竟美猪美牛议题牵扯无辜 校园悲剧更是谁都不乐见 我看他都知三留言 应该也知道自己这个行为是多无识的就是 记住众投报道